第七题就是练习代入求解 这个当x是-1y是-2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在代入这个地方 所以负负得正那就是2 对不对 那负2乘上正三就是负6 所以2-6负4 OK吗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带下去 来负1乘上三分之一就是负的 三分之一 负2乘上负二分之一就是加1 所以这个三分之二 很简单但是你要细心 再来负1乘上负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OK那这个叫做减2 所以是负的三分之六 那就是负的三分之四 好一个一个搞定 再来负1负2 负1减负2那就是正1 对不对 正1乘负二分之一 好负二分之一 来下一坨 0.6乘上负2是负的1.2 再减掉 0.2乘上3是0.6 好所以这是负1.8 再来0.6乘上三分之一哦 哇哦 那就三分之一 可以约分啊对不起 三分之一乘上0.6那就0.2啰 对不对 负0.2乘上二分之一 是不是就是0.1 正的0.1 好所以它是0.3 继续 0.6乘上负的三分之二 好3跟0.6 好我写在这里好了 怕你卡卡的 0.6然后再加Y那就减0.2 这个三根0.6可以约掉叫0.2 负0.4减0.2 所以负0.6 好最后一个 0.6减掉负0.2 所以是0.8 0.8乘上负二分之一 约掉 0.4负的 好所以就是这样一提一提算了 当然这个你也可以直接拉到最后面 对答案就可以了 好这来是我最喜欢的一题了 因为X是0 我们全部都不用管X了 那只要把那个 负三分之二带进Y就好了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负2 第二个负二分之一乘上负三分之二 约掉 正的三分之一 再来负三分之二 是不是直接带正的一 所以就是负三分之二 再来负三分之二 所以负负的正会变成负的二分之一 乘上正的哦 三分之二 所以也是负的三分之一 好 搞定了 最后一题 四分之三乘上 负二 好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四分之三乘上 对不起 负二乘以四分之三 过来 减掉 0.5就是负二分之一嘛 所以就是 加上三乘以负二分之一 好所以这里就是二 负二分之三 减二分之三 所以是负六 不是啦 不是啦 负三啦 不好意思 再来四分之三乘上三分之一 然后再减掉二分之一乘以负的二分之一 好所以这里是四分之一 那负负得正再加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二分之一 OK吗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 一直带带带而已 再来 四分之三乘上负三分之二 所以负三分之二乘以 四分之三 然后后面是减掉 二分之一 所以负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一 所以这里负一 OK最后一个 四分之三 要减掉负的 二分之一 然后等一下再乘上负二分之一 所以这是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所以是四分之五 乘上负的二分之一 所以是负的八分之五 好 我们把这些全部都搞定